就是今天早上 然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做 突然就天黑嘛 然后很 大家手机就发 发很大的风 冰宝就瞬间炸下来的 就来不及把那个鸭子 改到棚里面去 这棚也它也炸了呀 因为这个棚有部分 有一点点是好了 如果赶进来会 会多少能挡住一些那个冰宝吧 目前还好的这个情况 这个鸭子也还不是 也还不是那么正常的 眼睛砸坏掉了呢 然后它就乱断了 持续能存活下来多少 我爸爸今天也就吃血染 然后它 它也是残疾人 我爸爸头上砸了两三个包 因为它在我那里砸 上午遭受一次很强度流天气 然后至少是有那个六个象征 出现了冰雹 大风也达到了27.6米每秒 现在下午也有一次 强度流天气过程 但是强度可能会比上午小一点点 今晚会转为小雨天气 一面慢慢雨停 转一面多云 是汪二镇的 受灾比较严重的象征 9点多这么客间嘛 也就是几分钟的是 一个是三年级的 一个是六年级的 六年级的稍微重一点 然后它就送往四一匹了 可能窗户没关那么严实 然后它刚刚准备过去关窗 刚好那玻璃就碎掉了 砸掉了 窗户破了好多嘛 包括一些学校大门啊 都都撒倒了嘛 昨天就发布了那个 就是说 可能有强队流天气嘛 但是运机系统是准备了 就是没想到那么快 出栏 剧烈 就是房屋比较严重 人员上网倒还好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陆续处理